好 我們就要來看到 這個俄軍所使用的這個極音速飛彈 是這個匕首極音速飛彈 那麼摧毀了烏克蘭一處軍用的彈藥庫 俄羅斯的國防部事後也公布了這個當時的畫面 那麼這個軍用的彈藥庫位置 就在烏克蘭的西南部 距離羅馬尼亞的邊境 大約只有100多公里 透過這個畫面可以很清楚的看見 這個飛彈是精準的擊中了這個目標 而攻擊這個軍火庫所使用的 就是這個極音速飛彈 美國的官員也證實了 這個極音速飛彈 它真實的被運用在這一次的俄乌戰爭當中 那麼這一款極音速飛彈 它的時速可以達到每個小時5000公里 甚至是超過每個小時5000公里 而且是相當難防禦的 專家就認為說 這是這個俄羅斯給烏克蘭 以及西方國家的一個警告 代表說俄羅斯是有能力可以進一步升級衝突的 將軍隊 Sure Google,向前進行 跟海 Zhu飛彈 五千 donut 五千四千嘆 五千二千多公里 響 五千多公里 是難以 兩千多公里 novamente 所以 哈尼其 射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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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上时 GP人下去的嘉语 一个 milkman冲ister 今次目的第一次 是关于尊重的及作为 那么接着再透过这个地图来进一步的关心 目前的一个战况 看到这个红色的区域 就是有这个俄罗斯的军方 是已经在这个乌克兰当地 已经有军人在当地驻守了 那么这个箭头红色的地方 就是代表着他们持续朝基辅 首都基辅这边来前进 不过根据这个乌克兰军方强调说 现在俄军的这个战线 没有明显的向前推进 但是在南方的城市 包括像是了这个马利波 还有尼古拉耶夫 北方的一些苏美等等的地区 仍然是还有激战当中的 另外为了要来接应 马利波这个地方在这里 就是南部的这边 因为马利波一开始 就已经接受到了 俄军非常严重的一个袭击 所以为了要疏散 这个马利波地区的一些平民 位于南部的这个扎波罗热地区 已经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实施 为期38小时的宵禁了 而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军方这一边 昨天也发布战报了 他们是表示他们已经摧毁了 乌克兰有196架的无人机 1400多辆的坦克 还有战车 以及1200多辆的军车 而且也摧毁了乌克兰南部大港 奥德萨在这里 一带的无线电 还有电子针防据电 根据BBC还有纽约时报的报导 乌克兰的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 有一个军营 18号的时候遭到了三枚飞弹空袭 军方证实 这个军营里头就是乌克兰的海军部兵 第36旅总部 当时里面有200多人在军营里头睡觉 因此至少有40名的海军陆战队员死亡 那么英国首相强森则表示 西方绝对不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试图正常化跟普丁的关系 他形容这场危机是一个世界的转折点 强森也暗批普丁不民主 讽刺他说如果选举的时候 你不支持普丁的话 就会被他下毒 或是枪杀 跟每天天的忍状态忍 是明确的 普丁有一个状态忍 他被恐惧于乌克兰 因为在乌克兰 他们有自由的折执 在乌克兰有自由的选择 每年乌克兰 不永绝对自由 和自由的自由 和自由的自由 和自由的利益 他恐惧了乌克兰的例子 和他恐惧了自己的忍犯 因为在普丁的乌克兰 你会被捕捉了15年 以炸弹火箭猛攻之下 当地死亡人数是不断的增加 而且现在哈尔科夫的停尸间 不但爆满 现在就连这个棺材也缺货了 根据这个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在停尸间的外头 有数十个用这个黑色绿色的尸带 装在一起 这些遗体都堆在墙壁旁边 另一侧则是有遭到二军攻击 这些遗体都还来不及处理 那么有些死者被募集到说 他们穿着拖鞋或是寻军的鞋子 或是战斧很躺在地上 尽管现在乌克兰天气是相当的寒冷 但是也难掩这些尸体散发出来的味道 停尸间的工作人员是表示说 目前整座城市的棺材都已经是用光了 那么国际的情势现在相当的混乱 疫情再来就是这一场战争 外交协商的作用 也让许多人在怀疑 那么大陆的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 他日前就在一场安全论台上头表示 大国怕卷入冲突对自己造成了伤害 所以就向一些小国来开空投支票 让一些小国在前面买命 他也认为说北约组织不应该过度的东扩 把俄罗斯这种永和大国逼到无路可退 乐玉成说这个历史一再的证明 用制裁其实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伤害到的只会是一般的老百姓 现在对俄罗斯的制裁越来越离谱了 包括像是体育 艺文 演艺界的人士都不放过 甚至有猫 有树木都被制裁 西方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言论自由 还有契约精神等等的原则 都没有人要信了 所以他强调说 其实这个制裁是一个两面刃 像是现在油价每桶 已经超过130美元了 欧洲天然气也比去年同期高上10倍 所以这个制裁最终他认为 还是会影响到每一个小老百姓的身上 那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战务 现在看似还没有要落幕 乌克兰西南方有一个小国 在这个地方叫做摩尔多瓦 距离乌克兰就在旁边而已 那么现在当地有很多民众相当的焦虑 因为摩尔多瓦距离奥德萨 也就是乌克兰南方的港口城市 只有60公里而已 当地人现在很急切地 想要知道自己国家 会不会是俄罗斯瞄准的下一个目标 同时在摩尔多瓦这个地方 他们的人口只有260万人 也被人形容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人均比例的话 他们这个地方接收乌克兰难民的人数 算是最多的 那么从这个2月24号战争爆发以来 已经有超过30万人越过乌克兰的边境 进入到了摩尔多瓦 所以有欧洲的新闻台就报道说 当地民众表示他们主要很担心 是不是俄罗斯人可能不会在奥德萨 就止步有可能进一步的前进到摩尔多瓦 他们希望这个事不会发生 但是认为说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另外也有些人认为说 这个战争可能到乌克兰的边界 就可能停止了 民众表示他们不认为 俄罗斯人会到达摩尔多瓦 因为他们不认为这个地方 有什么让俄罗斯想要获得的东西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 已经之前白宫宣布了 他下个星期就要即将出访欧洲 针对乌克兰问题 和这些北约盟邦的领袖来进行会谈 CNN就专访了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 他表示这位人在基辅的 对抗俄军的政治领袖 他说如果拜登要访问波兰的话 何不顺道前来基辅看看呢 波罗申科在这个访问当中表示说呢 拜登访问基辅的话呢 将会有巨大重大的指标意义 不过根据CNN引述白宫消息来源 是表示说呢基于安全上的问题 还有这个交通路线等等的考量 拜登是不可能访问基辅的 目前根据这个预定的行程呢 他将会在美东时间3月23号的时候 前往布鲁塞尔 周四呢将会和北约的领袖 来进行这一场峰会 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群球现场 提供给您 上一期间呢要推荐给大家 使用我们这一台旺旺水神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好 这一台呢其实非常适合 不论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里头是开门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话 都非常的适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